感谢您对Avif Tarot的支持与观赏 大众塔罗占卜不一定会符合所有人的状况 听取对应到你的讯息和建议 其他的就无需多加理会 我希望我的影片与解排对您是有帮助 有建设性的给您带来力量 而不是具有恶意或破坏性的哦 我会依据牌组实话实说 不希望提供虚假的希望或承诺 我能体谅与了解你的感受 不做任何批评或谴责 最后的决定在你 你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哦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 Avif Tarot 今天呢不好意思有一点晚哦 就是上传影片的时间哦 因为今天事情好多哦 然后嗯 所以我本来还在想说 啊都这么晚了 要不然就明天再做 但是明天有明天的事情 我想了一个半天 最后决定还是在 现在现在LA其实都已经 其实已经算明天了啦 哈哈哈哈 现在已经是晚上就凌晨十二点 所以呢 嗯我觉得还是做就今日是今日必 因为我实在是太拖延了 我相信明天我会觉得啊好累哦 事情好多哦 然后又会你知道拖拖拉拉的 所以还是一鼓作气把他先把该绞的功课今天先绞出去 就是帮大家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的工作运 爱情运还有财运的部分哦 那么嗯 我们这边现在有四组牌哦 然后呢我们今天用的是这一副 呃Witches Tarot 然后你这边已经看到有四边四个选出来的 然后呃牌是我刚刚要录影片之前就现抽的 然后我也没有看到里面的牌是什么啦 因为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是想要快一点 因为如果我现场抽牌通常就会花 时间花得比较久啊 所以我就先把牌先抽好了 然后每一个爱情工作还有财运的部分都有 就是都是各两张 因为第二张就是算一个辅助的 OK 好哦那么 嗯 小小的announcement 因为今天呃 这个塔罗牌的影片会 就是比较晚上嘛 所以呃我的那个podcast的部分呢 已经先上了 OK 已经先播出了 然后呃就是LA的时间是呃十点半的时候 然后如果是亚洲的话 看你是比如说日本韩国的话 会好像比较哎是早吗 还是晚一个小时 呃呃台湾的话就是是这个下午一点半的时候 已经播出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听一下 今天的主题是在讲 命运式的邂逅 或者是有一些你在生命中 你可能当下并不会觉得 好像是一个很怎么样的事情哦 可是 嗯 你后面就会发现 就是回首在看的时候就发现 诶事情其实好像都有它发生的原因哦 还蛮有命运式的 OK 所以呃今天的podcast是在讲这个东西 然后有特别来宾 呃今天不是我跟Jesse的这个podcast 而是我在呃唐老师唐启阳他们 他们他的那个直播里面认识的好朋友哦 呃呃我们网路认识的 但是也许 因为大家互不相识嘛 所以在分享自己的一些东西的时候 其实比较 我觉得是比较 也许比较舒服 嗯 比较没有压力 因为不认识自己的真正生活圈里面的人 所以就可以比较不用那么大的顾忌去分享一些事情 我觉得啦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 我们就在里面分享 然后当然我们的这个小邦 就是组成的也是蛮命运式的 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这次主题是定 叫做这这样子的一个命运 OK 明明之中的一些注定的那种感觉 好 那么 呃 我废话这么多 大家应该现在 已经寻好想要的牌组 那 如果你还需要更多时间的话 你现在可以暂停影片 然后时间钟会写在下面的这个 description box 还有这个留言区的地方 然后也会直接就在时间钟 上面就有分 分了 OK 分组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第一组开始啰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第一号牌组的话 我们先来看工作运的部分 工作运的部分抽到的是这个 three of pentacles 哇 very nice 然后是queen of cups 是辅助的 three of pentacles 通常讲的就是 就是一起合作 所以未来七号十天呢 你们在工作上面 就是有 可以大家一起合作 一起共同 有一个共同的目标 一起协同 一起做一件事情 那这副牌呢 我看一下 比较特别的是 这只有一只小猫猫 然后这一边 是一个看起来看起来像一个作家在写作 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 最近的你可能在工作上会有特别很多的灵感 OK 如果你现在 你特别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创作者的话 我觉得 那与其说你是跟别人一起合作 也许你会比较需要独处的时间 但是你会有 全 永永不绝的这种 灵感啦 想法啦 然后你就可以 可以把它写下来 为什么呢 这边也是queen of cups queen of cups 也是在讲灵感啊 然后这种知觉的东西 所以在工作上面 我觉得这一个未来翘10天 你还能够听从自己的直觉的部分 去做去下一些决定 第一直觉一定会是最准的 不要三心二意 然后怀疑自己的一些决定 就是你当下的第一个反应 第一个决定 应该就会是最准的 是最真实的 应该这样讲 所以你在面对任何的事情的时候 你的那个当下最直觉的反应 那这个也 如果你现在还是学生的话呢 也是一样 当下最直接的那一个反应 会是给你最好的一个参考的来源吧 应该这样说 因为那个就是你最真实的 心里面的想法 所以要还是不要 甚至如果你知道最真实的想法 也有可能你当下第一个直觉是 好像都不错 我不太知道要怎么选择 那真的也有可能真的是 两个东西都还不错 那也许当你没有办法在现在当下下决定的时候 其实那也是一种答案给你 告诉你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说 现在不要太着急去做决定 你可以再花一点时间 再多想一想 OK 好所以这个是未来翘十天的这个工作运的部分 那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 工作运还有如果你是学生的部分 学生的部分的话 我也觉得是你知道放在用工一个人 我觉得比较不太适合你要出去 一起一起 一起 一起 读啊什么的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 大家一起 一起去 比如说 学习一些什么东西啊 或什么的话 你还是要自己抓一些时间 自己来复习一下 OK 但是有相同的朋友跟你兴趣相投 或者是 自治像是一样的的话 一起 学习 我觉得也会 是 半功倍 对吧 但自己还是要努力哦 好 那最后是我们刚才说的 如果你正在找工作的话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 未来切到十天 3 of Pentacles 嗯 第一个我们刚才有讲了直觉嘛 然后 3 of Pentacles 一般来说 他的在工作上面 其实是还是是不错的 OK 你直觉应该会 马上又会告诉你说 这一间有戏 还是 这一间好像 有一点难度哦 那甚至Queen of Cups 我会认为 你的贵人 比较是属于一个女性的贵人 OK 所以 女性的贵人 对你来说 挺重要的 好 世上的几率呢 也会 我觉得其实是偏高的 OK 是偏高的 好 这个是工作运的部分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爱情运的部分 未来切到十天 我们抽到第一张是这个 9 of Cups very nice 2 of Wands 9 of Cups 2 of Wands 这一个呢 2 of Wands 是辅助的 OK 辅助的牌 9 of Cups 未来切到十天 爱情运我觉得相当的不错哦 圣杯酒 一般来说 是一种梦想成真的这种感觉 一个人非常的满意 自己的现状跟现况 那9号牌通常其实会有一种比较孤独的感觉 一个人啦 也不是孤独啦 就是一个人的 一个人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朋友的话呢 未来七到十天 其实我觉得你是非常满意你现在的状态跟状况的 所以你可能并不会急着想要去脱单 或者是说 好像要进入一段感情里面 脱后空间也是在讲一个等待的一个意思 你会觉得 我现在 我想要 我现在还蛮满意我现在的状况 如果有适合的人的话 也OK 没有的话 也没有关系 反正 我就把我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 那么 未来翘十天呢 如果你 你现在是这个正在暧昧当中的话 如果你现在正在暧昧的话 我觉得现在还是有一点暧昧不明的状态 Two of Wands 因为是比较等待的状态 而且呢 你们可能对现在的状况其实是蛮满意的 就现在是这样暧昧的情形 你或者是你的对象 其实并不会很想要去打破这样子有点暧昧的感觉 所以其实是享受在这样子的一个暧昧的关系里面 所以你说关系会不会更进一步 我觉得没有到要确认的地步的原因 是因为你们享受这样子的一个暧昧的关系 好 那如果你们未来七到十天是正在交往当中 已经是稳定交往了 那这个就是非常好的 Nino Clubs 对你们现在的状态是非常满意的 OK 如果你现在是交往但是有点感情有点有一些问题啊 吵架啊 或什么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我觉得当然也有可能你们会有复合的可能性是有 就是你知道不要再冷战啦 或者是对方有一方会希望想说 我们不要再吵了或什么之类的 可是因为我们刚才讲的Nine of Cups 其实你会觉得嗯 因为这边也有一个Two of Wands 所以如果你现在反而是正在争吵的状态 或状况的的话 OK 感性好像有一点点小裂缝 有一些裂缝了也不是一定是小小 就是有一些不太OK的情形的话 其实双方都在等着对方去低头 没有人愿意要放下身段 因为都会觉得我又没有错 我为什么要 Right Two of Wands 等待等着对方去做什么 所以反而变成关系可能会感觉有点停滞 Nine of Cups 我们刚才说是好像对现在的状态很满意 可是如果你们当然现在是不太OK的状态 不会说我满意这样不OK的状态 可是你们会没有人想要去打破僵局 是因为自己都觉得我又没有错 我为什么要低头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是没有想要离开对方或什么的话 其实就是要给对方一个台阶下 就是需要一个台阶的啦 主要是这个样子 那既然你是来听听这个排的来解说的话 那么是不是你做一个台阶让对方来下呢 好那么未来七到十天如果你是这个分手锻炼的群组OK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锻炼的话 这个有点还是在等待的状态 所以关系我们刚才说的可能会有一点停滞 各方两方都有点坚持自己的立场跟己见 然后会想说对方应该等着对方来过来 所以不太会有人会去打破现在的僵局 那所以因为是分手锻炼的状态的关系 适不适合呢 15号的Devil 我觉得如果你想要问说你是不是该主动的话 这边Devil其实我会建议不太适合 所以分手锻炼的群组的话 这一周要复合复联的可能性会其实是比较偏低的 OK 好最后我们来看 如果你现在是这个财运的部分 那要是太阳 很好 可是我刚刚因为翻过来 我后来有看到这边是3 of swords 补助的牌是3 of swords 主要的牌是太阳 当然财运我觉得未来翘十天是不错的 可是要比较注意的是 第一个不要乐极深杯是第一个 这边是3 of swords 不要乐极深杯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要比较注意哦 有一些突发的状况 可能你没有预期的一些突发状况 在你的财运上面 所以你要可能要比较小心一点 虽然感觉一切都还是很好 财运是好的 可是也许会有一些突然的一些破财的可能性哦 那所以要比较注意哦 在未来7到10天哦 OK 那如果你要去做一些投资的话 也是要财比较小心翼翼的 比较保守一点的做法 可能会比较好 一般来说财运是不错的 但是可能会有些突发的状况 OK 好 这个就是给一号牌子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好 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 如果你选择的是二号牌组的话 我们第一个来看哦 未来7到10天你的工作运是 Ace of Pentacles So nice Night of Pentacles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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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张是来辅助这个 Ace of Pentacles的 未来7到10天 你们的工作运超好 两张牌 辅助牌也是这个金币牌哦 所以 而且就是一个稳扎稳打的一个状况哦 而且甚至会有一些新的offer 新的开始 新的契机点 甚至升职加薪 都有一个 都有这样子的可能性哦 所以未来7到10天 你们的 工作运 非常赞 而且是那种 才稳扎稳打的方式 也许 你没有 当下没有 马上看到一些 一些什么 可是其实是 呃 默默的 这个好运 其实是 是在的 OK 是在的 Ace of Pentacles 有的时候我们 因为运太好了 就是一直都还蛮lucky的 所以你会 没有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哦 呃 意识到 其实自己还蛮lucky的 但二号牌组 未来7到10天 你们是幸运的哦 那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哦 未来7到10天 Ace of Pentacles 我觉得你也是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稳扎稳打 OK 不要不要想说是要踩那种 什么一步登天的那种感觉 或者是我 我是什么 临时抱佛脚啊 不太适合哦 主要因为 Night of Pentacles 这张牌是一个 平常的努力跟累积 会让你换到 很美好的果实的 所以呃 未来7到10天 适合你 呃 就是 慢慢开始去累积 你的实力 然后当你真的需要它的时候 你的实力可以完全的发挥哦 那么如果未来7到10天 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 这一张 这两张牌就真的不用说了啊 你们就是 事上的可能性 或者是找到面试的可能性 很大 你的努力 应该也会看到结果哦 好 未来7到10天 如果你们现在是 呃 爱情 爱情的部分 Night of Swords 以及 Six of Pentacles 来呃 辅助这个 Night of Swords 这张牌 通常讲的就是一个 呃 往前啦 OK 第一个 Swords 保健牌通通 都会跟这种 沟通啦 OK 啊 思想思考啦 有关 然后 嗯 我们看一下哦 Swords 其实也有一点点是跟行动力有一点点关系 当然还是权杖的行动力是最强的哦 但是Swords的话就是比较跟思考思想沟通的部分哦 呃 那 保健牌一般来说也会是 动作是比较快的 所以未来敲10天哦 爱情的理念呢 可能呃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朋友的话 这边是Six of Pentacles 辅助Night of Swords 呃 Six of Pentacles 一般讲的是这种一个 呃 有一个什么 呃 相同的付出跟 呃 付出跟接受是对等的 OK 然后还有一个人非常的大方的去提供很多的东西 所以未来7到10天其实我觉得你还蛮容易 因为这边Night of Swords讲的是很快啊 所以我觉得单身其实有可能在未来7到10天 你是一个会碰到一个还蛮大方的呃 不令于表现自己或者甚至是会去告白的 OK 这样子的一个对象 呃 这个对象有可能是你已经认识的哦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Night of Swords 看的方向是往后 OK 所以可能是可能是你已经认识的一个对象 也许他对你 特别是会愿意对你花钱啦 带你去吃好吃的东西啦 花钱在你身上啦 非常大方的一个这样子的对象 会不会是你的菜 嗯 这我们当然在看啦 但是对方如果你喜欢是这种比较大方的情人的话 那他应该有符合到哦 好 如果未来7到10天你现在是正在暧昧当中的话 我觉得暧昧当中你们未来7到10天的沟通上面是绝对非常的好的 为什么呢 这边讲的是沟通 这边讲的是一个来回的部分 所以你们应该是暧昧的状况 嗯 沟通有无哦 就是非常的不错 OK 嗯 还还蛮好的 但你说会不会往前去 呃 有一种往前的更进一步的话 未来7到10天可能还没有 但是绝对暧昧的状况其实是不错的 OK 嗯 不会你知道有的时候暧昧我们到后面就开始有点这个人就爱不理啊或什么的话 但未来710天你们不是这个样子 你们就是还是哇沟通的很好 然后有你来我往有他有说有笑 非常的好哦 那呃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交往当中的话 感情还不错 未来710天我们刚才就这样讲了 非常的沟通有无 然后非常的呃沟通很顺利 不是那一种而且互相是可以理解的 而且两方都会愿意去给予跟付出都是是 哎给予跟付出是一样的 给予跟付出还有接受的部分都是非常的平等对等的 OK 所以感情很好哦 未来710天 然后尤其是在讲沟通思想上面你就觉得哇我跟你好有 你你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太会吵架了 同样的观点同样的呃想法 OK 那如果你现在是正在爱呃就是不是暧昧 你现在是交往中可是好像感情有一点问题哦 未来720天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适合去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其实你有可能会发现其实对方跟你想的东西是一样的 你们其实为了一件很小的事情吵架或者是不开心 可是其实你们很相似你们很类似多多沟通 然后去做一些磨合 其实你们会发现呃你们别有像你们自己想象的那样子 那么不同或者是个性不合之类的 其实你们蛮像的 呵呵 好哦 呃也许就是因为太像了 所以有一些摩擦有的时候对吧 好那最后我们现在是这个分手锻联的群组哦 如果你现在是分手锻联你想要复合跟复联的话 其实复合复联我觉得有可能哦 的原因是因为night of swords 这张牌我们刚才说的是往左走哦 所以有点是有点往没有办法往前走的 的部分所以呃会一直回想之前对方对你有多好多棒他是怎么怎么的 所以呃要往前去的这个这个呃能量其实是比较低的 但是呃你说对方会不会回头其实我觉得有可能 ok你们有可能会跟之前的人有一些沟通 我觉得复联不能不能说会复合但是复联的可能性其实是蛮高的 ok在未来七到十天 因为一直想到对方以前有多好多好ok 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财运的部分哦 财运部分抽到的第一张是这个night of swords后面是magician哦 呃这个可以告诉你的是未来七到十天你们的财运哦 其实呃嗯第一个抽到保健牌通常会有比比要需要小心一点的原因是因为保健呃在财运的时候其实是代表破财的意思哦所以你们其实要小心一点哦但是因为后面的辅助牌是magician所以我觉得你们在未来七到十天其实财富是可以创造的也许你会有一些破财的可能性哦呃是一些你可能没有看见你没有 注意到的东西比如说某一些东西坏掉了你没有发现但未来七到十天你可能发现了呃你之前没有发现的东西呃现在可能需要去做一些修理啦或者是需要去做一些更换啦替换啦或者是因为你很大意的关系你不小心的关系所以造成了你的某一些破财比如说嗯你就没有很小心啊开车没有很小心哎呀 可能刚好就有一些磨蹭到啦或者是你不小心手机掉地上有没有或者是你不小心嗯嗯嗯把什么东西落了right在哪一个地方然后再回去的时候东西没了right你可能就得要重新买个新的去找所以这个要比较小心哦 要注意自己出心大意的部分OK嗯在未来七到十天出心大意会导致你可能会有一些破财的可能性哦那嗯那magician这张牌呢其实如果你要说是财运的部分哦反而我会认为你呃在投资的时候哦不能够太盲目的你应该要你如果你要去投资的话 只要你有好好地做你的功课我相信其实你是会有不错的收入因为有magician你所有的才能啊聪明才智其实都是具备的只是就是你怕怕你会道听途说啦或者是呃太冲动去做某一件事情然后你没有去做足充分的准备或者是充分的工作呃功课的部分而去做了一些投资 只要你如果是只要你如果是好好的去呃研究一下的话其实我觉得呃你踏出那一步去做投资的那一个东西其实会是有不错的成果跟效果的就是我们刚才说只是你要小心好好的计划然后不要太过盲目跟盲听盲从别人说的你要自己做好你该做的功课OK 要不然残运的话其实投资运其实我觉得还还行OK 好这个就是给二号牌组的一个解排相对你们有帮助哦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还有我的影片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谢谢你们的观赏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拜拜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这个三号牌组的话三号牌组第一个 是工作运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哦TOWER再来是这个FOOOK工作运的部分未来七到十天你们要比较注意的是突如其来的一些变化哦然后如果你之前的基础打的是很好的的话呢那么你就不用太害怕呃一些这样子的重来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你会很快的就就可以重吻你的你的这个机你的呃 脚步OK重为你的脚步然后重新去出发然后去去把事情还是可以做得很好的但就怕你的这个基础可能打得有一点点不太OK所以会有一些些出突如其来的事情去呃让你有点措手不及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发挥你应该发挥的 那这个时候就会你会感觉到我天啊我要我我重新开始是那种一无所有的感觉我要从最基础的开始 会有一点麻烦啦OK所以比如说你要去呃签什么合约啦对吧你就要觉得Oh my god我要我突如其来的事情我现在要整个重来过之前好像花的所有的时间好像都白费的那种感觉哦但是如果之前你是小比较小心的比较不是那种有点初心的或者是遗漏了什么right那时候可能呃采取一些侥幸的心态啊 然后就说啊这样应该OK啦这样应该没问题啦如果有的话你就会就会出现一些那种真的是所有的心力都白费但如果之前你是哇非常非常的小心的所有东西都是呃有注意到很多的细节的基础打得非常的好的那也许呃的确会有一些让你措手不及的事情发生可是你会很快就会稳住站正脚哦 所以呃不太会打乱你的所有的计划然后你很快的就可以而且你反而会发现说啊这样子的一个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呢反而好像你会更看到一些之前没有看见的事情好像更开阔天空的感觉你会觉得啊我有更多的这种自由跟freedom好像呃之前的那个其实也没有多好现在我反而有一个更好的计划的那种感觉OK 所以是是两种那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也是同样你基础打得好那么呃你可以很快的稳住正脚并不会全盘全军覆没全盘那个结实哦你反而会觉得哎我好像可以举一反三这个东西不work但是你可以从失败里面反而呃吸取更多的经验然后我更知道自己是怎么样子要怎么样子去做会是更好的但如果你真之前就是一种把我们刚才说的采取一些脚 或者是没有好性的心态啦或者是没有好好的把基础打好啦未来七到十天你会那一种很辛苦的感觉你会想说可能真的就是一种要从零开始的OK的感觉哦那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找工作的话未来七到十天你会嗯其实也许是你一开始觉得说啊好像还蛮嗯蛮有机会的可能但是对方居然就是 就是突然告诉你而且甚至对方让你的感觉也都是好像就是中了的那种感觉可是呃未来七到十天可能你听到的消息会比较不是那么的顺哦那呃所以你有可能未来七到十天是要重新出发的那种感觉但是呃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这边是the full牌你吸取之前的教训或不是教训啊 你吸取之前的经验经验OK你吸取之前的经验然后你会发现天然还好没有去那一间公司可那间公司也不太好right也是有一些问题的你现在反而更觉得哦更自由选择也许选择更多了OK 用一个不同的视角去看你会觉得嗯还好没有去那个那个地方哦嗯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未来七到十天的爱情运哦爱情运抽到的是哇哦 Ace of cups very nice然后嗯辅助牌是five of pentacles哦five of pentacles其实不用太担心哦他如果除非你是抽这个five of pentacles出现的是在这个工作运啊或者是财运的部分我会比较担心其实他在感情里面five of pentacles嗯并没有那么的糟啦如果是伟特牌的话他通常讲的是一种同心协力的一个意思哦那好我们先从这个ace of cups开始讲 Ace of cups就是一个新开始啊爱情的新能量啊感情非常的fulfill啊有人告白啊之类的啊呃辅助的这一张five of pentacles只是你可能要比较注意一点点是嗯比如说OK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朋友的话我觉得会有人跟你告白OK而且觉得应该就是你的菜的那种感觉Ace of cups你的菜可是呢他可能有一些缺点 比如说他的缺点比如说他的缺点是嗯他经济有点不太稳定OK可能经济能力有点比较比你弱哈哈哈来这边你看白雪这边枯树哦所以可能呃但是他其他各方面可能长相啊什么都是你就觉得哇哦好棒哦呃或者是说对方哦 其实很喜欢你这个也有一个可能性啊对方很喜欢你可是呃你第一个你可能感觉不太出来对吧而且冷冷的那种感觉哦就是好像喜欢你你但是你又不太确定然后他甚至可能跟你告白你都会觉得真的吗呃好像没有 那种不是很热练的那种不是很热练的那种感觉所以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子的一个情人那你要不要接受就是看你咯OK或者是你其实是很渴望感情的但是你心里面其实是非常害怕的感情的部分心里面都结冰了你知道有点害怕去付出啦嗯甚至你可能现在经历的部分有可能是呃人生 现在还经历蛮多一些变化的所以可能感情也不是你最着重的地方你希望有但是不见得一定要在现在因为你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事情需要去做一些出力哦呃至少未来七到十天啦OK那么呃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当中的话我会感觉到哦呃有一方可能会比较冷一点哦那一地方另外一方可能比较热情一点 比较情感丰沛配一点一点所以呃呃你们可能要自己推应看看哪一方是冷一点点的哦那呃可能对方的这个或者是你呃可能有事情在忙啦OK或者是可能其实呃我觉得有一些比较的是可能可能跟事业有关的东西在在在在呃烦恼OK所以也许这多少会影响了一些对感情上面的一些追求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或者是你们的感情 其实还蛮热络的 但是会感觉到 好像跟之前相比 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热情 那这个有可能是因为 你或者是对象 对方是有一些事情 正在烦恼 或正在处理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或者是这个还有一个可能性 如果你是暧昧的话 你们可能会近 关系会更往下一步走 OK 这会近往下一步走 但是因为往了下一步走以后 就变成是稳定了 一稳定以后 对方就会觉得 OK 或者是你就会觉得 那我现在要去开始 做我该做的事情了 所以之前的那种热络的感觉 反而会有一点点降温 OK 好 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们现在是 稳定交往当中的话 如果你们现在是稳定交往 感情其实是好的 非常非常不错 但是就是因为感情很好 很稳定嘛 就是知道对方啊 而且你知道信任啊 这些都很好 对互相都是你知道 感情都溢出来了 是爱对方的 所以其实是会去各自做各自的事情 OK 但是知道对方是会 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对方一定是会全力支持你 跟在你身边 不会遗弃你的那一种 但是只是你们可能就现在是 OK 那我们就去各忙各的咯 那我们也不用一定要天天在你 在一起 但是你知道 你背后有我 我背后有你 这样 那如果你们现在是正在 关系有点点僵的 的情侣 OK 或者是 夫妻或 就情侣咯 如果你们现在是有点点 关系不太OK的话 未来翘十天其实我觉得会有会有机会可以 会有会有一方可能或两方双方都会去道歉啦 或者是会希望去修补这样子的一个感情 OK 你们会希望去修补感情 然后会去跟对方道歉 为对方示好 所以感情我觉得未来翘十天是会渐入加进 OK 如果现在是有些问题的的话 好 你知道但这个东西我们还是要讲你们要去沟通 而不是说感情有问题 然后你们就因为听到未来会好就什么也没有做 还是要去努力 OK 要让对方知道你是相信他的是爱他的 然后你们是可以互相扶持的 OK 不管 你们的状况是怎么样子的 好 最后如果你们是未来翘十天想要就是现在是正在分手锻炼的群组 想要复合复联的话 未来七号十天呢 呃 我 我觉得可能性是偏低的的原因是因为哦 这边是Ace of Cups 有一方特别想要复合复联 但有另外一方是好像有点兴致缺缺 第一个有可能是因为呃 呃 现在还处于很多的变化当中 呃 我为什么一直说变化 是因为五号通常都是处于在一个变变转变起哦 所以现在还有一些东西他可能你你或者是他可能还在呃 处理当中啊或什么的呃 所以有一方是希望可以复合复联 但有另外一方可能心思并不是在这边呢 那呃 呃 未来七号十天如果呃 我看一下哦 还有什么 复合复联的可能性 嗯 是说也有可能啦 就有复合的可能性 你们要不然就是复合 OK 复联倒是 我你复合可能就会复联了对吧 复联复合的原因是因为Ace of Cups 我们刚才说了可能会低头 可能会会会会讲一些什么 呃 但是毕竟这边还是出现了Five of Pentacles 所以我还是要说呃 有可能复合 可是这个几率可能真的就是一个Fifty Fifty的的原因是因为 应该还有蛮多变数在里面的 OK 就是即使你们复合复连了 复合啦 应该是这样讲 复合了 OK 复连倒还好 这边比较是复合的部分 如果即使你们复合了 呃 还有一些问题是必须要去解决的 还没有说就是可以你知道放松 我们就复合了 耶 没有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我觉得还是是有一些问题在的 呃 所以即使复合了可能还是有一些东西是需要去做一些磨合跟处理的 好了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财运的部分哦 财运的部分我们拿到是Ten of Cups 然后跟Nine of Wands OK 复合 辅助的牌是Nine of Wands 呃 财运的未来像十天 Ten of Cups 非常好的牌 就是开心嘛 心满意足嘛 呃 但是哦 因为毕竟是 是这个 圣杯牌 以及权账牌哦 所以 呃 如果真的要去做投资的话 其实未来七到十天 其实我不太建议哦 主要是因为没有 金币牌的关系 反而 而且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不是问题 还有一个牌呢 他其实讲的是 叫你是守城的意思 就是这一张Nine of Wands 他你看他这个是守城 呃 如果你已经有一些投资的话 未来七到十天 你想要去做一些买 去做一些卖 卖的动作 去把它换 换得利的话 其实我觉得会得到一些不错的获利哦 呃 但是不太适合去主动开始什么 为什么 Ten of Cups 他是结束的 所以他又是收城 比较属于收城的部分 而不是主动去开始的部分 所以 如果你现在是 想要去投资的话 比较适合去观察跟观看 还不太适合去动作 但如果你已经有一些投资的话 那你适合去做一些 收城的动作 获利的动作 然后去保住你现在已经 你已经打下来的这个利润 那未来校生 有没有破产的可能性 其实我觉得还行 倒是还好 如果真的你要花钱的话 其实就是花钱在家人身上嘛 想要更让大家很开心啊 所以那种花钱其实是为了买快乐哦 所以是这个Post 还是应该是你心甘情愿 你想要做的 OK 好这个就是给三号牌组的一个解牌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好最后一组四号牌子 我们先来看未来七到十天的工作运的部分 工作运的部分我们抽到是 然后是火箱能量超强的这个 呃这什么 权杖骑士一击辅助的牌是 呃皇帝牌哦 都火 很很强 未来七到十天你就是一个leader ok 你就是一个呃 而且是向前冲的 所以不管你未来七到十天在工作上面 或者是你在学生 你还是学生的话 都非常适合去向你的决定往前冲 像呃 未来七到十天适合去冲 去打江山 适合去开启开创很多很多的事情哦 去去去呃 行动 这两张牌都是一种行动的牌 ok 所以你非常适合去开始行动 做一些事情 而不是去坐以待毙啦 或者是等待一些事情 被动不太属于未来七到十天 七到十天适合你去主动采取一些行动 所以未来七到十天 如果你现在是工作的话 我们刚才讲了 你要你要比较积极一点 这个也是说比较积极的态度 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而不是说比较被动啦 比较消极的那种感觉哦 嗯 而且有有可能就是这种一人之上外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那种feel哦 你在未来一场十天就是一个战士 赶快去呃 争取你想要得到的一些 一些东西 ok 而且你成功率我觉得非常的大 你有一种让人家折射的感觉 隐藏隐性的 ok 你你看起来真的哎 可能人很nice啊或什么的 可是你就会有一种王者之风 嗯 别人会觉得 哇哦 跟你合作会让 你有那种让人家觉得很放心的感觉 ok 呃 如果你现在是学生的话 也一样哦 就是呃 你很适合 如果你真的想要去做什么那种班长啦 或者是去做什么代表啦 我觉得你你你你这个呃成功的几率其实还蛮高的啊 那如果你现在是什么考试啊或什么的话 努力 ok 我们现在都还是以你一定有努力的前提之下去讲啊 那但是你应该就是呃蛮受师长的喜欢 同学的爱戴都是呃 你不要怕说哦我好像感觉好像很爱线还是怎么样的 no 未来西套十天你的这个能量 你就算你想要低调你也无法 ok 你就是会展现出来一种这种王者之风 或者是你这种很呃让人家会感觉好像你有点高调的感觉 即使你想要低调你可能你这种光芒也是遮不住的 ok 所以啊未来西套十天你们的呃能量蛮强的 ok 蛮容易被人家看见的 所以呃我觉得不管是面试啦 或者是你要已经面试之后 就等待面试或者是已经面试之后正在等待答案的 呃这个可能性我觉得你事上的可能性其实蛮大的 除非有一种可能性你试不上的原因 如果你人家不选你的唯一的一个小一个原因哦 我我可以告诉你 因为出现这两张牌的原因就会只是因为他们害怕你能力太强 我们刚才讲了你有王者之风 你即使想要低调 你也感觉到 也让人家感觉到你好像很高调的感觉 所以呃你的冲劲你的活力跟你这种 不不不不不不力而呃呃呃呃 让人家有点什么震慑的感觉哦 会让某一些人尤其是能力不足的人,非常的害怕 所以如果你没有事上某些工作啦 或者甚至没有一些得到一些面试机会的话 有可能是因为你真的是光芒太盛 的原因 让人家害怕 所以 当然这也不是你的问题 是对方能力太差 太害怕被你盖下去了 所以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 这是我们讲的与生俱来的东西 你只能去找到适合你的地方 而不是要硬在不适合你的地方 好像要忍受人家的气的那种感觉 因为你也不是这种会忍气吞声的 至少现在不是的未来桥石天 OK 好未来桥石天 如果你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爱情的部分 爱情 OK 我们抽到来是6 of cups 然后clarify的是8 圣杯8 第一个 我看一下 他是往前走 没有错 OK 未来7到10天 我觉得感情运也是不错的 主要是因为出现了6 of cups 6 of cups讲的是一个 soulmate 所以未来7到10天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话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愿意 踏出那一步 然后愿意把你的心打开 其实你要碰到一个不错的对象 是很有机会的 6 of cups 而且尤其已经在你身边了 或者是你已经知道的一些人 就是已经是在你生活圈里面的人 是成为你的 你的这个对象的 如果只要你愿意的话 OK 是蛮高的 所以其实不用去外找 而是其实在你身边应该就有了 尤其那一种 一直默默在你身边 对你超好的那些人 他们一定对你有意思 如果你是那种神经有点大条 说不是 我们就是你知道 很好 哥们或姐妹 No OK 你想的太不多了 你要再想多一点 对方应该真的是对你有意思 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或者是你不想要注意到 只要你打开你的心 你可能就会感觉到看到 好 如果你现在是正在暧昧当中的话 未来翘十天 非常有机会会更进一步 你们的暧昧状态会可能会往下走 OK 而且会觉得跟对方好有话聊 我们想要把这个关系再更进一步去发展 所以还不错 然后如果你现在是正在稳定交往当中的话 我觉得你们就是天生一对 OK 天生一对 然后因为对对方非常的相信信任 然后了解 所以其实你们会愿意放手 让对方去追求他们自己想要追求的很多的东西 所以就很开心啊 是一个你知道对互相信任的这样子的一对情侣 那如果你现在是感情不好的 正在稳定交往的的话 我觉得你们的牵扯还是很深啦 OK 你们感觉好像说 我只要跟你分手了 那样 Aid of Cups 我要跟你分手了 我要去去做我要做的事情 我要去找别人 但是其实真正你们心里面知道的是没有 还是很爱对方 还是很 对方还是就是你命中注定的那一个 所以其实你们不是会分开啦 这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嘴巴硬而已 OK 情绪的高涨 然后就会让你讲出一些 你可能不是那么认真的话 但是可能对方听了会很不开心而已 OK Fine 那你们就这样吧 但是其实你们这牵扯还是深的 所以不是 不是能够轻易分手的那一种 OK 好 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未来七号十天参与的部分 哦 没有 这边 还有最后一个群组 是这个分手锻炼的群组 未来七号十天 我可以说的是 你们可能会是比较 有可能会复合或复合的族群的原因 是因为Six of Cups Six of Cups就是跟之前的人 还有很深的牵扯 所以 甚至有一方可能真的会踏出那一步 去 不见得挽回 可是你们就是知道牵扯 那你们如果要再进一步 就是如果复合或复联的话 其实你们会不希望是重蹈覆车 所以会希望去突破一些 你们之前的一些状况 跟状态 所以如果你们复合的话 其实 未来我觉得会是看好的 所以未来七号十天 如果是复合复联的群组 抽到这一组的 其实你们的 未来性是最好的 而且其实你们还是很爱对方 而且还蛮有蛮深的一个连结的 OK 你要说相互欠债也可以啦 就债还没还清 所以又要回来还债的感觉 好 那么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个 财运财运 财运的话收到的是 King of Pentacles Very nice Wow 两个King 主牌是这个 这个金币牌 所以未来七号十天 如果你们现在是 就财运的部分 我可以告诉你们财运 稳 稳 稳荡荡的 而且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去 投资啊什么的话 我觉得 其实可以 King of Wands 非常适合 我觉得两张King 代表你们是一个 非常成熟稳重的 所以你们一定做任何决定 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那如果你不是的话 请你 未来给你的建议 就是未来七号十天 如果你要去 同资 请经过深思熟虑 做一个成熟的人 不要做一个 比较冲动的 你看你们出现多少个King Emperor这张牌 也是国王 三张国王出现 所以 我觉得抽到四号牌组 其实应该是一个成熟稳重 非常的 可以令人相信 跟信任的人 所以未来七号十天 你们的 我觉得 你们的财运 应该是掌握在 你们的掌控之中 你们不太是会把掌控权 丢出去给别人 你们控制运 应该还蛮强的 所以未来七号十天 其实一切的一切 都是在你的掌控之中 只是看你要不要出手而已 那财运的部分也是一样 该花的你就会花 不该花的你也不会花 你的财运是掌控在你的手中的 OK 所以 你说财运好不好呢 长在你的手中啊 你很会理财 你的财运一定超好的 有点不是很OK的话 那你就要学习 变得成熟稳重 OK 那我觉得你们的未来七号十天 财运其实是不错的 然后如果想要去投资的话 我觉得你们也蛮心里面有那么一巴尺 你完全知道你自己应该要怎么做 所以就相信自己了 OK 好 这个就是给四号牌组的一个解排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 那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你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 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